北市惊悚自撞死亡车祸 驾驶喷飞遭自车及灯杆爆头 一辆轿车开上桥 这是监视器拍下的最后影像 在看到时已经车毁人亡 轿车的左侧全毁 连两个轮胎都不见了 横停在北市中山桥上 而驾驶则弹飞到对象车道 明显死亡 今天凌晨3点 29岁的张姓驾驶 行驶中山桥往士林方向 疑似车速过快过完失控 车身左侧撞击中央分隔岛 依右卫系安全带 仍当场喷飞 头部撞击路灯灯杆 同时遭车身夹击爆头 倒在对象车道 车上都是喷溅的肉末及血机 警销货报赶底立刻封锁车道调查 两条不见的轮胎在车祸现场50公尺外 撕折的鞋子还有车体零件也飞得老远 有人接获消息 汽车赶到现场 不敢相信人就这样走了 警方初步调查 事故车是死者向朋友借来开的 目前已调阅监视器 厘清事故原因 突发中心台北报导 警方初步调查